早就知道鱼姬的新皮肤要更新 网上那么多的爆料和资讯 看得我心里只痒痒 在版本更新之后 我的鱼姬新皮肤可终于发到手里了 打开游戏直奔游项 哎呀你看看这特效这动画 简直比方要点藏还点藏啊 那咱们还等着吗 赶紧来上一把 进了游戏我赶紧选择了鱼姬 生怕别人跟我抢 这皮肤真的是怎么看怎么喜欢好吗 自从看见了它之后 我在看我的那个孔雀 内心简直是毫无过难 怎么说呢 吸引人救 不是 孔雀美是挺美的 但是以待心然换救人嘛 和起明星时比 确实是输了那么一丢丢 看看它这个技能 这水晶多选目多好看 我技能放空了我也高兴啊 看着特效就很舒服嘛 我正在这美滋滋的时候 我家猴子突然从河道里冲了出来 看看你的美术西洋 现在精进了 你真心一点 说着就一棒子轮到了 对面美气罐和公村里的身上 我一看猴子这么猛 那我好歹也是个贵族皮肤啊 不能丢了气势 赶紧跟上 配合猴子月塔强杀美气罐 我也一顺手守在了公村里的人头 新皮肤是真不错耶 特效好看 手感比较清脆 而且最主要的是 尾巴它白送 它不花钱呢 白嫖了这么好看的皮肤 透着乐去了 美气罐又回来了 我看着现在连一半血都没有 你还敢从塔迪出来 你真是看不起我吗 你旁边有人使我 威威诺诺 现在你一个人落单了 我必须重拳出击啊 我敢忙我一个打 传在了美气罐的身上 这时候他要伸手就不高兴了 说你冲钱了你对啥呀 过了就要打我 我也没客气 直接跟他来了一个极限一环一 诶 大家看 现在游戏里就会弹个字啊 这简直就是无形当中给我鼓励 就算没有队友认可我 游戏也会夸钱我 上一次获得这样当众表扬 这还是我上小学时候得了一朵小红花 这种荣誉感简直太棒了呀 夏侯敦从上路传送点传送了下来 被美气罐姐妹他俩发现了 正打算半路劫他 这我能让他们得逞吗 过去就是一个双杀 顺路过去帮中路推掉了防御塔 诶 这传送点挺好玩的嘛 我也试试 这传送点还是挺方便的 减少了很多上下路来回跑的时间 刚回到下路 龚酸黎就跑出来要和我单挑 你这简直是不思量力 我当即开好了二技能脸上 一个打出来了过去 赶紧接了一技能 这一高兴 一技能就放歪了 不过没事 我就乐意放外一技能 这毕竟快过年了嘛 放两技能给大家支度性 打你我不用防技能啊 急下普攻 就把龚酸黎打得爆头数算 咱们来蹲草吧 大家听我的 就这个草丛 诶诶 猴子你合点群啊 没器官来了 等他们再往前走两步 诶诶诶 王昭君你着急啥呀 诶诶 昭君沉不住气了 直接跑了出去 那我也只能跟上了 虽然王昭君这么莽撞 不过好在我足够厉害 拿下了一个双杀 打赢了这波团战 这都该退高地了 应该也用不上我了 那我就给大家再展示一首 回程特效吧 嘿嘿嘿 好了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觉得鱼姬这个新皮肤 怎么样呢可以在评论区里面 留言交流一下哟